今天发生了一件翻车的事 这个坎头的索罗门被我给烤化水了 看到这个化水的叶片了吧 还有这个烤伤的地方 因为我亮根的时候呢 把它放在了这个补光灯上 结果下午开灯的时候 忘记把它拿下来了 灯上面太热了 就把这个叶片给烤伤了 这就是多肉 为什么它容易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发生化水呢 就是你在给它喝饱水以后啊 这个叶片上的水分太多了 然后气温特别的高 比如说35度啊40度 这个时候它叶片承受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它就会化水 而且有一些多肉呢 即便你不浇水严格控水 它也会发生化水 这个就是品种的问题 所以夏季在30多度40度的高温下 遮阳是必须的 不要以为你不浇水 这个多肉晒太阳就没关系了 然后还有这颗爱火 之前很好看的 后来它的叶片呢总是土长 我即便控水呢 也改善不了它这个摊大饼的情况 然后我就判断它可能是根系出了问题 然后它砍掉了 这个杆子之前挺长的呢 能到这儿 然后现在已经烂到这个位置了 要是再晚一点 它就变成两个单头的了 过你的多肉在保证正常光照的情况下 你不论是怎么样的控水 它还是摊大饼土长 肯定是杆子出了问题 一定要注意 这个我在砍的时候呢 已经砍到这儿了 其实呢还是有一点坏 我就用那个刀 然后给它挖了一个小坑 把里面抠下来 然后外面就没有破坏 这个晾了大概有两个星期吧 你看这些砍过的地方 已经开始有新的结痂了 现在发了根 就可以直接给它种到盆里面了 砍过的这个伤口呢 就自然的晾晒就可以 我一般是不用什么多菌磷啊 还有生根粉的 但是如果想用呢可以用 这个砍过的伤口呢 它那个水分比较多嘛 然后这个粉末呢 就会吸收你这个切口上的水分 收了水分以后 那这个杆子是不是就又萎缩了 又要浪费掉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会用这些 多菌磷和生根粉的 我家里面有这些药呢 想要用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盆的时候 给它拌到土里面 直接种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